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教育类的新闻 有些让大家看到之后十分感叹 那么这些新闻包括了一些入学的作弊 包括一些华人学生在美国所遇到的问题 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嘉宾都是这方面的行家 首先第一位是南加州著名的律师蔡文慧 蔡律师你好 欢迎你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么另外一位也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哈佛全方位的江主任 江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一位是教育专家 一位是南加州著名的律师 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有关教育方面 我们最近看到一些新闻 首先我们跟江主任以前在这个节目里面讨论过一个入学作弊 那么在南加州是一个非常大的案子 现在有很多名人已经判决出来了 要入狱 那么在这个入学作弊过程当中 让我们看到大家为了进名牌大学都采取了很多办法 有些办法是合法的 有些是不合法的 现在这个一些违法的人已经被判有罪入狱了 这些人当中很多名人 那么这个判决出来之后 在教育的角度来看 会对未来入学 申请入学这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你会觉得很奇怪 这些家长明明知道是犯法的事情为什么会去做 首先第一个问题 是不是所有家长都知道这是犯法的 对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他们在找所谓的顾问 或者他们自己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是说抓不到那个分界点 就是说不知道分寸 不晓得说你其实这样做已经是违法了 不只是就是说可能包装 可能就是说我只是包装一下我自己 可是你不知道说它已经是造成违法 譬如说我们讲说代考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代做功课这件事情 你会觉得说我只是找一个人去代考而已 好像没有到违法那么严重 可是你要知道当那个人去帮你考试的时候 他实际上已经是用了你的身份去做这件事 所以这牵扯到什么 就是说盗用身份 盗用身份 对 所以这就是违法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介于的这个分寸之间 拿捏的不是很好 但是在这个入学作弊这件事情上 很多家长可能认为 比如说我看到哈佛全方位教育这个广告 说你能提供这个这个服务 我觉得我对教育制度不了解 或者我是新移民 我本身对如何进名牌大学我就不了解 当年我移民的时候 我儿子就申请了很多很多名牌大学 没有一个收场 但是我觉得好像他的成绩还不错 为什么不收呢 来到美国之后我才明白 原来美国入学不但靠你的学术考试成绩 还有很多很多因素在里面 好了 这个很多很多的因素 那我必须要求助专门的机构 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很多广告当中 我知道有些广告所给你承诺的服务 就包括你刚刚讲的代考 本身是违法的 那但是可能家长是新移民 可能家长对教育不了解的话 那他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是非法的 对 就是抓不到那个分界线 这个所谓的分界线方面 我们怎么才知道什么是非法的 什么是合法的 律师有什么建议给我们 对 就如同刚刚两位所讲的 很多 尤其新移民的家长 尤其很多是为了侄女的关系 来移民来美国这个国度 那当然侄女的教育对他们很重要 但他们不管在找专业的协助以外 或者自己在协助他们的侄女 做升学的申请的话 很重要 我想一个大纲应该就是说 它可以美化 我相信我们江族人可以同意 就是说怎么样去蓬募这个申请人 这个年轻的学职 但是不能误导 就是说你不能把它包装成一个 并不是这个人 我们假设说刚刚我们在讲的这个例子 最近在引起很多的媒体大众注意的这个案件 包括很多好礼物的 A卡的明星都牵涉 那基本上这个案例呢 很明显大家会惊讶的是说 有的子女甚至他不是一个运动员 那我们知道美国很多的名牌大学 他要争取最优秀的运动员进去的话 是因为都是应该跟钱有关 因为运动员就会可能有这样的所谓的荣誉 然后就会有这个赞助的广告的新主 或者是电台会promote 那学校也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呢他把这些孩子包装成是说 是有运动方面的天才 那实际上这孩子可能甚至有的不会划船 他说他是划船的健将 这种很明显的就是误导 所以这个区别就在于 我可能是个很专业的这个教育工作者 你不知道你的优点在哪里 我其实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可以帮你把这个优点发掘出来 让学校能够看到你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在这个入学作弊这个问题上 好像有一些教育机构 他说的是你没有这个优点 但是我可以帮你把它贴上去 我可以让你怎么样做 让你看起来有这个优点 那么这就是合法跟非法之间的一个差距 那么现在这个案件判决了 在江主任你所看到的你的业务范畴之内 我相信很多家长会给你提这个问题 那以后我们怎么样来包装自己 那这个界限就 非法跟合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大家要看的标准 这方面有什么变化吗 会不会可能家长跟你说千万不要给我作假 其实OK 我先声明好 我们从来不造假 不然的话我现在也没有办法睡觉 因为你知道像William Singer这个case 是FBI调查了十年 也就是说十年之中 如果你有找过他 你现在可能都不用睡觉了 因为其实很多都是一个人被抓到 然后牵扯到所有的人都被嫌起来 所以我们是没有做这种就是所谓的非法包装 或者是说无中生有的帮学生做一些 就是虚假的东西在申请表上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很好 因为很多的家长 他以前其实没有想到说 可以用无中生有的方式 去在申请表上面讲一些虚假的事情 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可能被这件事情 就是说提醒了之后 他觉得说其实我在申请表上 也可以说我是什么什么 那只要我不去贿赂谁 可能大学也不知道 可能就是说我这样做也可以就是说 最后让我能够很如意的被录取 因为可能我的申请条件各方面都会好很多 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来说 也有很多的业者会就是说 教家长就是去 引导他们去这样做 对 可是你要知道 首先你如果说不贿赂对方 你就是自己在申请表上说 我是什么划船选手 我是什么 什么样了不起的超级运动员 你其实是行不通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学校高中的计划 出去的那个推荐信 跟你学校的school record上面 不会说你是超级运动员 他不会配合你去编造这个假话 对 那他们为什么那些人会行得通呢 因为他们贿赂了对方的那个教练 所以那边教练 即使他看到school record上面没有这一项 他也默认了 因为他已经收了这个贿赂嘛 所以这个 讲到这一步就已经明显违法了已经 对 可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歪风的东西 就是说因为我们是震惊八百的做 就是说每一个学生来我们告诉他说 其实你应该去做哪一类型的课外活动 你应该参加哪一类型比赛 应该可以让你自己这方面更突出 或者你自传发展的方向应该是怎么个写 然后你写了之后我帮你改 好 做修改 我们是这样做 可是很多家长觉得说 这样子的口味好像不够重贤 你们的力度不够 对 好像你并没有实际上给我很大的帮助 所以他们可能就会不选择我们 因为他们会觉得 特别是我找你之前我在路上看了个广告 全包什么都包 对 那这就会开始走向一个歪的方向 其实真的就是这样 很多的家长学生报名之后 我们就好 小朋友你现在开始写 我跟你讲你就这样写那样写 你没有要帮我写啊 我是要自己写啊 那我不要了 我以为你会帮我写 对 我刚刚看到广告说带写 并且虽然收费贵一点 那什么都包 对 什么都包 在我们面对子女教育 我们希望子女能够进到一个好的学校 他们未来有个前途 这是基本上华人 一千多年这个课举考试 给我们形成一种文化 首先要念书 第二要念好的学校 那你就前途无量 这个观念正不正确我们另说 但是在这种文化理念之上 好像所有华人家长是不惜一切代价 要让自己的孩子进名牌大学 那么这就引起了当有诱惑的时候 我告诉你说 其实你可以换个角度 或者你给一些特殊的好处给我 我帮你去摆平某个赛艇队教练 足球队教练 那你就可以进入一个名牌大学 好了 现在已经出事了 就是江主任说的 你十年前你的孩子可能已经毕业了 但是当年你用过这个手法 很可能都会被追究 那么从法律角度 类似这种的这种弊案 除了在加州发生 在其他的这个教育领域 蔡律师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 我相信都是有的 最主要会引起大家大众的这么注目呢 跟这个当事人 当然他本身的这个是一个 所以好莱坞的明星 还是不止一位 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很多涉案的家长呢 都是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非常优秀的 各行各业的包括总裁啊 非常top的就是在他们所谓的成功人士 那一般人会认为说 哇 这些成功人士 为什么会为了小孩子 自己让铁额走险 把他们自己的生计 他们的一辈子 build up的就是建立起来的生育呢 都冒这个险呢 那我想最主要 如同刚刚刚江主任在讲的 这些家长呢 有的 maybe他是真的 不知道说他们做的事情是违法的 被误导 可是呢 当然我相信有一部分也应该是知道 如果以他们说在社会上能做到这个程度 就是说他们成功的这个程度的话 他们应该是所谓的common sense 一般的知识 或者甚至是法律知识 是比一般人强很多的 那为什么愿意挺而走险呢 其实他们如果花这么多的钱的话 有的甚至我们从媒体的报导都知道 他们花的钱不是几万块 甚至是几百万的 十分不合理 那其实他们也可以用捐献的方法 美国的制度其实教育制度的话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从长春藤大学来讲的话 有很多所谓的以前的 这个所谓的旧的毕业生 就是他们的 校友 对 校友 你的家族里面 爸爸妈妈谁是校友 或者爷爷奶奶都是校友的话 这个其实会有加分 起码就可能会上到这个所谓的 校长deans list的 他的interest list上面去 就是说他可能不能保证 因为还是要经过这个所谓的 emission的committee 这个入学委员会 但是他其实可以加分很多 有优势 那他如果有那么多的钱呢 他也可以合法的去做捐献 问题是很多东西合法跟非法之间 往往是一线之差 比如说我觉得我捐一千万给哈佛大学 那我的儿子就基本上能够进哈佛 这是好像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 一百万可能不行 一千万一千万一千万 但是问题是我可能没有一千万 我恰恰只有五百万 那我反过来我贿赂那个 华鼎队的教练 可能只需要五十万 那么在我看来都是用钱解决嘛 这个合法跟非法之间 这个模糊界限出现 那么因为我们华人家长 很希望我们的孩子进名牌大学 所以会出现这样的 让我们会受到误导诱惑 这样一个基因 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把话题 又回到学生身上 最近还有一些新闻 学生同样在美国违法 受到了惩处 比如说9月1号开学之前 在机场的这个入境大厅里面 看到很多奇景 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留学生 很多都被特别检查 据说他们那个排那个队非常长 那现在我们从新闻上看到 很多中国大陆留学生被遣返也好 被关小黑屋也好 都跟这个学术作弊 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代谢 代谢除了你的这个简历之外 还有代谢作业 代谢工科 代考试 那我们在广告当中还看到什么 包括请病假 对 那其实这些都是违反了学术诚信 导致了很多学生被遣返 蔡律师有接触过这样的当事人 要向你们求助的吗 我们是接触过 那基本上的话 这些学生的第一时间 如果被发现的话 一般学校的话 尤其正规学校肯定是把他开除学籍是免不了的 所以当然有一些在某特殊的个案 每个个案都不一样 有些情况他可能会有一定的所谓的辩护的基础 但是呢如果是说这个学生本来成绩是很差的 他就算辩护我们假设说有个辩护是说他不知道别人帮他代考 他也没有请也没有这个所谓的证据说证明他付了人家钱去帮他代考 但他成绩确实是变得很好 然后这个成绩公布之后 他也没有做任何自己的声明 那可能这样的defense就是说辩护就不一定行得通 所以呢学者这些学址呢要再考虑说 自己如果成绩没办法达到一定的标准 而挺着走险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一般的话你如果学籍被开除的话 以后就算再找别的学校要申请的话 这个都会是黑名单 有个黑记录 现在关键是除了学校有你的黑名单之外 移民局也会有黑名单 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从这个法律工作者这个角度 你看到很多大陆留学生或者其他地区留学生 他们在美国违法的这个表现的形式 最主要的是什么 除了我们知道的这个学术作假 打工还有其他什么 我觉得除了对这个文化的比较不一样以外 还有就是说真的就是对法律的不尽了解 可能觉得有点灰色地带 但是不是很确定说是不是一定会违法 或者呢违了法是不是有那么严重 所以在很多懵懂的情况下 就会去挺而走险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普遍 可能为什么很多你觉得很优秀 包括父母也是很杰出的父母 为什么知道这个状况还会让孩子冒险 或者孩子本身会冒这样的险 很多时候是不知道 确实如果为了这样的法 对他们将付出的代价 包括法律上的 甚至有可能刑法的问题 会有多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有很多留学生被遣返的新闻 有些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你都会看到这样的描述 什么美国海关的残酷无情啊 美国海关的这个鸡蛋里面挑骨头啊 但是往往我们认真看这些被遣返的案例 好像很多都是学术造假 在美国打工 那么从教育机构来看 你们除了服务本地的学生 当然我想也会服务一些外籍的学生 留学生 那么他们在美国求学这个心态 其实本来应该是 因为美国的教育比较好 来美国受一个良好的教育 未来无论是有机会留在美国 慢慢拿到工作签证 或者变成这个美国移民 还是说回到他们的原居地 都是有一个学术的光环在这里 这些学生来到美国出了这么多事情 问题在哪里 从教育者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可能跟那个刚刚蔡律师讲的 就是说对于法律的不了解 对于文化的一种差异 比如说我举例来说 比如说可能卖假货 他就是说在网路上卖假货 可能就是说我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这个网 就是网路上卖东西的行为 可是他其实不知道这个可以牵扯 很多比如说违反诸作权法 这些东西的 可能就是说不是说 非常的知道那个界限 然后再来我觉得比较大的影响 就是说同学之间的互相影响 因为比如说我的朋友 他的作业都是在 像现在很多都是微信上面 就是找人就是 代谢 对像你说在那个海关 很多被查到 其实是他这个微信记录里面 有找人做功课的一个交易的一个 就是记录 记录对 所以就变成是说 留了一个东西海关可以就是抓他嘛 那可能他的朋友的作业都是这个 在微信上面找人写的 所以他可能也觉得说 那这也没什么 大家都在做 因为大家都这样子 其实我曾经有过一个经验 就曾经有过一个就是我以前很久的学生 他的一个朋友 然后呢就是透过介绍 然后就是来见我的时候呢 他就跟我讲说他去社区大学 然后呢想要转到这个加拿大 那我就跟他说好 那你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准备 然后我们会协助你怎么样选课啊 怎么样保持好的GPA 然后最后他才跟我说 不用啊 我的朋友他们都是找 他觉得是像我们这样的机构 就是整个上课跟写作业 都是你们全部包了 然后最后就是让我们可以 等于是说保证就是转进去啊 不是都是你们全部搞定 我们只要付费吗 所以他觉得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他的朋友都是这样 都是这么成功的 对所以这个就是环境跟同侪的影响 因为他没有认识一个人 他跟他说 你不能这样这个是违法的 所以当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 他就觉得这样是OK的 所以同样是提供教育服务的 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做法 有些做法当中是违法的 当然当然 这个有些学生好像慢慢觉得 既然张三里是王五 他们都这样成功了 那这个东西在美国肯定就是可以 对他就觉得这条就是 这条路就是这么走的 当碰到你说行不通的时候 他觉得你怎么这么怪 为什么你们服务这么差 对他觉得说你真是没本事 这是我们从这个无论是入学作弊 还是很多留学生被在美国出了问题 甚至被遣返 都是因为往往对美国的法律的不了解 有侥幸心理 希望自己能够用最轻松的方式 拿到一个最好的学术光环 所以才导致了这种状况的出现 那么问题是当我们作为一个新移民 作为一个留学生来美国之后 我不知道很多学校的这个规定怎么样 比如说我原来在中国大陆受教育 中国大陆过去进入名牌大学也好 或者你拿到某种荣誉也好 很简单 看考试就好了 所以很多媒体的声音都批评 中国大陆的教育是硬式教育 人家把考试搞好就好了 在美国不一样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标准 那问题是这些留学生或者家长来到美国 怎么样来判断 是江老师这种合法的严谨的机构 还是我碰到一个什么都包的服务机构 但是其实他在做违法的事情 有什么简单的分辨的方式 我想什么都包的话 当然我相信很多像江老师他们 还有很多的就是正规在做的 他们也是可以提供很多的服务 当一个服务是本来是你 这个学生应该自己做的事情 或是甚至家长应该做的事情 他有这样的所谓的专业的人士跟你讲说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什么都不用管 甚至很多资料都不需要提供给他 他自己就可以变出来的话 我想应该如果这个家长呢 不要抱以说这个乐得轻松 害孩子也不要觉得说轻松 反而这样轻松的这种思维的话 就应该要警惕说 这个是不是比较不寻常 为什么你的背景很多时候 这个帮你做这个包装 包装是OK 是在法律上的这个范围里面是可以做 当然我们在很多行业 各行各业都有不同的包装 包括孩子上学要包装申请 但是呢 当你什么资料都不需要提供 他就可以帮你变出来的话 或者很多自己要写的一些描述呢 他也不需要你自己写 这个我想这个家长应该在 借由这样的一些案件呢 应该要稍微可以得到一些反思 说虽然比较轻松 但是呢就像张老师讲的 这个像有的时候 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Singer这个案件呢 他可能服务的已经十年 万一他就只有一个单一的案件 而且刚刚他这个单一案件呢 还不是由他自己爆出来 是因为跟他有一个往来的 另外一个人呢 他是完全疯马牛不相干的另外一个案件呢 被逮捕了之后 他跟这个检察官呢 交换条件 说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案件 我可以跟你讲 才这样套出来的 所以you never know 你永远不知道说 如果有一些不合法的东西呢 是在什么时间点会爆出来 那假设说孩子很侥幸的 如果是用这种方法去录了学 到处都爆出来的时候 这个拿到的证数都没有任何的光荣可言的话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伤心的事情 所以听到你们两位这样讲 我基本上我个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首先找一些服务机构 我没有办法知道 如果我是新移民的话 你是严谨的正规的 还是你一直在作假的 那最起码我想 我理解到你说 如果我身上有某些优点 是因为我作为一个新移民 我不了解美国的文化 我没有发现你帮我发掘出来了 这是合法的 是的 但是如果你告诉我说 根据我们美国的法律 根据我们的这个美国的入学的这种规定 你如果符合这个你就可以 你不符合不要紧 我帮你做 这就出问题了 所以有这种疑问的话 从江老师的门走出来之后 要到律师所去问一问 他说的到底是真的是不是合法的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重点 就是说我们只是教练 所以我们只是动口不动手 就是说去做是你要自己去做 指导你做跟替你做是两回事 对对对 我们只是帮你出主意 然后我们只是给你指导 不是去帮你做的 对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无论是留学生也好 新移民也好 他们在美国要在这个社会立文脚跟 目前大家看起来好像 重视教育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 那么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 都会重视教育 但是在美国的教育制度 跟我们过去原来的生活地方 无论亚洲哪个国家 台湾也好 中国也好 香港也好 澳门也好 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给我们在美国进名牌大学 受到良好教育 其实是一个挑战 这个话题我想是很多观众 都非常非常欢心的 那么今天因为时间不够 我们把这个话题留到下期节目 来跟大家聊聊 美国现行的教育制度 到底有什么是对我们有利的 到底有什么我们要面临挑战的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两位 谢谢蔡律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江主任 谢谢大家 批判时事解读新闻 我是张秋杰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我们再见